好 那有一種模型 還有另外一種材質也是經常會遇到的 我先把它叫出來 這個叫做V-Ray包覆材質 我點開它 這個V-Ray材質V-Ray材質V-Ray材質V-Ray 這個都簡單嘛 那V-Ray包覆材質也是經常會遇到 那這個有機會我們再提 那其實它的意思是這樣 這V-Ray包覆材質是說 我會有個基礎材質 基礎材質其實是它真正的材質 但有個GI材質 GI材質是指光線碰到它反彈之後 要什麼反應的材質 因為那理論上來講 正常我是咖啡色的木頭 光打到我是不是反彈應該就是咖啡色的 但是V-Ray的這個材質可以說 我是咖啡色的材質 但是光打到我之後想要彈彈彈是紅色的 或想要反彈是綠色 想要反彈是藍色都行 那你要反彈什麼顏色就是在這裡射 所以這個GI是專門給光線反彈之後再用的 所以它不是真正V-Ray材質 真正的材質是這一顆 叫做BASS這個 就是這一顆 這個材質它真正的材質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重點就是這一顆不要了 對吧 這個先不要了 然後我們有Diffuse跟Bump 對吧 然後呢 好 然後這一顆就按右鍵 不要換這一顆 換這一顆 因為它的基礎是它嘛 那它才是真正套用給物件的嘛 所以把這一顆 換成標準材質 這個就不要了 然後把它貼回去 貼回給Diffuse 太遠了 來 貼回給Diffuse跟貼回給Bump 然後它有一點點 剛剛看好像有一點點高光 這樣子吧 好 那如果想看到貼圖 記得選它按ShowMap 它自然就看得見 這樣子就換好了 這樣喔 所以它其實重點就是 來我再 再做一次 其實它的重點就是說 你要去換 上面那一顆 下Gi這一顆就直接刪掉 不要 然後把 把Diffuse跟Bump留著之後 其實這個你先刪也沒關係 這一顆先刪掉也沒關係 因為重點是這一顆 好 這個才是真正套給物件 把這一顆換成標準材質 把該貼回來的貼回來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重點是換那個 那個包覆材質 那一顆材質 來試一下